亲爱的朋友你好,大家都是有缘之人,如果可以的话,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,分享一下,十分感谢。 第一,皇帝是常有礼吗?天朝制度,没有不是的皇上,只有不是的臣子。 第二,天朝那样的制度下,谁不是木偶呢?君臣之间是木偶对木偶。 以礼部后来曾替张朝发说话,人家已经死了,说两句好话,倒显得老义是个宽厚人,说他进行了有效的备战工作。 不过,马师考证,当时中国人丝毫没有做抵抗的准备,其实就是做准备了,也是这么个结果,甚至结果比这还惨。 天朝多付出几个兵的生命而已。 道光对定海失险的处理是,处分浙江巡抚乌尔公俄和提督驻亭彪,隔其旨,令其效力赎罪。 令邓廷真派水师赴浙江。 邓廷真把布朗迪号宋挑战书一节汇报成厦门大劫了。 皇上看到了,很高兴,令伊礼部为钦差大臣前去浙江查办。 道光估算,敏着总督邓廷真,两将总督伊礼部,加上浙江水师,精兵梁将和一处,收复定海将轻而易举。 邓廷真回奏,自己很想去定海帮忙,但是不能离开福建,孔英一再犯福建呢。 道光无奈,只好批准。 于是,收复定海的任务就落到了可怜的伊礼部头上。 对于林泽虚来讲,定海失守,自己也有间接责任。 8月3日,他接到浙江巡抚乌尔公俄递来的定海失线文书,马上预感到,自己要挨皇上的敲打了。 所以,赶紧给道光上了一个鹰船去定海拟用民众杀敌片。 篇中首先婉转批评了定海的失线在于地方守土官吏的防守不力, 鹰移兵船既经来月,即因防范严密,不敢进口滋事。 话中意思很明显,广东战备工作搞得好,把鹰移下跑了,定海战备不行,鹰移承续而入了。 林泽徐篇中的第二个意思,向道光提出收复定海之计, 说应移不善陆战,移至岸上,则该移无他技能,且其浑身裹缠,腰腿僵硬,一仆不能负其。 不独义兵可以手刃数仪,即乡景平民,亦景足以置其死命。 由此他向道光建议,定海可以展开人民战争, 此时定海县城府被占据,即使城中人户仓促逃亡, 而该县周围二百余里,各村居民总部下十余万人, 已匪击在岸上,要令人人得耳诛之。 不论居民人等,能杀一人者, 军案所限首级,给予集中赏割。 此次风生一树,不顺西间,可是民有结矣。 这个时候,道光还没有跟林泽徐招那么大的急。 9月5日看到此折势,朱皮知道了。 1840年8月16日,得知定海委县令郭氏立体安民告示, 要求定海居民回家安居乐业的情况后, 林泽徐再次向道光密奏,提交一个密探定海情景并以计划吸取片, 说密查定海情景,应一极穷,写安民告示要求百姓回去安居乐业呢, 正好给我们动手的机会,与其交锋于海洋,未必极有把握。 摸若又勤于陆地,逆宜更无能为,或将兵永伴作乡民, 或将乡民练为团永,陆续回至该处, 论诈为建招而返,愿于久居, 已经具有多人,约其动手,杀之将如鸡狗,行见一种无疑。 问题是,道光已经不信任林泽徐了,没法信任了, 皇上对任何天朝大力的信任都是有限的, 何况林泽徐这计划也没谱, 因为按林泽徐的想象, 应一在岸上,尚且不如鸡狗呢。 鸡会飞,狗会趴, 应一膝盖却是不会打弯的, 一种先天残疾,一仆不能负起呢。 1840年8月21日, 道光下欲吃则林则徐, 外儿断绝同伤,并未断绝, 内儿查那犯法,亦不能尽。 无非空颜堂塞, 不但中无实际, 反生出许多波澜, 思之和圣分们。 看如以何词对阵也, 9月18日, 道光皇上看到了密探定海情景, 并以计划习曲片, 将请将疑, 着一礼部查明后降奏。 9月24日, 林泽徐借到道光看如以何词对阵的诸批, 没有词也得想些词啊, 所以上奉旨革赤字请出分辙, 又附上密尘办理禁烟不能写手片, 重神鸦片之危害甚于洪水猛兽, 其遥顺在今日, 亦不能为驱除。 圣人执法成奸, 视为天下万事计, 而天下万事之人, 一段乌以鸦片为不必尽之礼, 同时要求到浙江前县戴罪立功, 说各国看不惯英姨久矣, 拿三百万造船炮, 制服英姨绰绰有余, 如果不早动手, 恐患乌以时, 其他国家还可能效仿英姨云云, 皇帝诸批无礼可恶一片胡言, 最狠的一句话是, 如云英姨使其恫吓, 是如意笑英姨恫吓于朕也, 道光的眼里, 林泽须已与英姨一样可恶了, 哎,给中国皇帝打工, 就有这么一个坏处, 断绝英国一切贸易的二百五措施, 本是道光的御令, 可是如今的小脸一番, 不认账了, 全是林泽须的错了, 道光有错, 错就错在听不得真话, 还耍断绝贸易就是好之类的二百五, 林泽须也有错, 错就错在他那具有天朝特色的浮夸风的战报上了, 也算亡产万金式的二百五吧, 就在定海失陷之后, 道光街道的来自广东方面的战报仍然是节节胜利, 西方人眼里, 这些胜利都是林泽须捏造的, 林泽须纯属自欺欺人, 最典型的例子应是官产之战, 官产是大陆与澳门之间的借墙, 官产之战的起因乃是留在澳门的英国传教士, 兼家庭教师单顿在澳门海湾里洗澡, 被中国守军抓住了, 因为抓一人有假吗? 广东当局不懂近代战争规则, 不知平民与武装部队有区分的必要, 告示凡抓一人比重奖, 大清兵叮集百姓为了奖金, 凡见一人, 不管他是兵还是民, 能抓就抓, 封锁广州海面的英建得知后, 当然要求释放弹顿, 他们得到的回报是, 阳广总部林泽徐不但不准他们在澳门洗澡, 还命令澳门葡萄牙总督驱逐住在澳门的英人, 英人便先动了手, 于7月17日, 开炮轰击戒墙旁边和戒墙上的中国炮台, 一个钟头之后, 天朝一方戒墙上的27门大炮和炮台上的17门大炮全部哑了, 英军登部, 用野战炮轰击整个戒墙, 当地守军和壮勇五千人参加了战斗, 但最后都被英军炮火远远地压到了一座庙宇附近的山坡上, 英军在戒墙上升起了英国国旗, 放火烧毁了天朝守军的固定棚房和临时帐篷, 把天朝所有大炮的火门给堵塞住, 然后撤兵回澳门了, 官产之战, 英军无死亡, 轻伤四人, 在林泽徐的奏报中, 炮击一目一人, 一兵十余人, 落水掩蔽者不济, 我兵阵亡六人, 壮永内义伤比三人, 英军败退云云, 魏元记载的版本则是, 我守军炮陈其数小舟, 伤其羊目, 羊兵数十, 看样子, 每次羊人死多少, 都是数不清的, 对此, 美国老发表感叹说, 中国人不但善于篡改历史, 而且擅长捏造眼前的事情, 他们向皇上报告说, 取得了巨大的胜利, 打死许多英国人, 而且继承多艘英国船只, 在这场冲突中, 皇帝的许多错误决策, 并不是战略上的错误, 而是基于错误的情报, 采取了行动, 美国老说得太对了, 某种程度算是给道光皇上平反了, 因为道光断绝中英贸易的二百五欲指, 最初完全是建立在林泽徐一系列的大捷汇报之上的, 据为原载, 林泽徐的兵勇在摩刀阳还大胜一次, 英传城间窜盾, 捞火死尸十余, 道光的回复是贪功起信, 杀人灭口, 看来道光皇上对天朝体制下的浮夸风, 是没有任何怀疑的, 当然也有怀疑的时候, 比如他曾秘语兵部尚书其卷枣和刑部施郎黄绝兹密查厦门战况, 但黄绝兹的回复, 只能是按原先的战果上报, 另加了两句, 一人也有落水的, 但看不清楚, 一句看不清楚, 就把道光给糊弄了, 打发了, 何况原先的战报, 就都是模糊数字看不清楚呢, 1840年9月28日, 道光以误国并民, 办理不善的罪名, 下旨将临, 邓阁止, 并命临则须折回, 邓游福建前往广东, 以备查问查尾, 第一个钦差倒下了, 第二个是谁呢?